百练不如一蹲 蹲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 可以做高 可以增强我们的肾气 男性呢 很多人都比较喜欢练习 今天为大家讲的有些不同 大家好 我是五一张鹏 关注我呢 学习更多的养生运动 可以点赞 分享 帮助更多的有需要的人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呢 根据老师的动作 你去练习 遇到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评论 那么 你通过练习 深蹲 进行促高呢 增强我们的肾气 提高男性的一些功能 像有些人的时间短呀 软而不尖呀 我们光练习深蹲的 是远远不够的 就要培养干什么呢 疏肝 也就是说 你深蹲了以后呢 增强我们的肾气 增强我们的阳气 增强我们的耐力 以及我们的双体的力量 身体的耐力啊 那么 你不疏肝 那你的时间还是短 还是比较软 不坚硬 一定要疏肝 今天这个动作就是 两脚分开 与肩通宽 或者是略宽一肩 根据自己的情况 好 我一般选择是略宽一肩 然后往下蹲 不需要做深蹲 蹲下来以后呢 把手呢 在胸前交叉 好 就是蹲起交叉甩手 大家练习这个呢 既可以锻炼我们的腿部的 去蹲促高 第二个呢 是重要的是竖竿 好 来开始 一 做完了以后呢 手从两边打开向上 然后手上举 看到吗 我们去做好这一个 然后再往下来做 好 交叉 好 交叉完了以后呢 蹲下来 然后再打开 哎 看我的手 手呢 向两边举起来 举起来以后呢 手一定是打开以后呢 我们这样去交叉举的 以后的手打开 是不是把我们的肝 然后胆 这些经络都给它疏通了 包括我们的手臂上的 然后下蹲 好 这个动作 你坚持去练习的以后呢 它可以把什么 把我们全身的经络 都给它疏通 那么你的全身的经络 疏通了以后呢 气血循环好了 男生的气血循环好 那功能呢 自然而然就强了 所以呢 经常的 吃一些冰的 冷的 这个一定要忌口了 想要你的能力强的话 一定要 不要吃冰的冷的 冰的冷的 最伤你的肾气 而且呢 伤我们的心 你的心火 不行了 那肯定是要熄火的 另外 你长期的 吃冰的冷的熬夜 对于肝的 伤了以后呢 你的肝经变硬了 肝经不通了 那肯定就软而不见 好 这个动作 一举动的 大家一定要坚持练习 每天练习百下 坚持一周 看看你的身体的变化 好 深蹲 交叉 摔手呢 给大家讲到这里 大家想学习 更多的养人运动 可以点击短脚 关注我 在练习的过程中 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 留个评论 谢谢 谢谢